四个领跑时代的选手 最开始的话就是 弹仔和东方两个人 对 就是从领跑位来说 刚开始是弹智云跑 然后后来是弹智风队 冬智云跑 然后变成小玉 东方给小玉保驾护航 然后在其实第九个赛季来说 风仔可以用横空出世 四个字来形容 没错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风仔非常的兴奋 刚才对着我们镜头 比了一个夜 说明那一撞 撞得他也 心里面也是乐开了滑 当时就是大家就是 都挺娱乐的吧 但是风仔开不开心的话 我就不太清楚了 来看一下四名选手的 王渡选择 风仔十一城 小玉 莫高窟 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对 东方两张要么秋中雨 要么来个顾元归队 对 我觉得顾元归队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 沙徒也是行的 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 最熟悉的朋友了 这个眼神 跟前面的两个小老弟儿 好像不大一样 不是一样的风格 怎么开始认真了 这一波 沙都 但在这四名选手当中 晋级最危险的一名选手 是的 对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 他想的应该是 怎么去针对其他三名选手 但是说到2C 我觉得在常规赛之前 我们统计 11场比赛 有10场比赛 发的起图空港 是的 对 对于玉三家来说 其实空港这张图 就是达的比较少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像是昨天狮子在面对到狼队和RC这个队伍的时候 直接选出空港 然后一手王图拿下分数 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点 是的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跟昨天有点不太相同啊 昨天A组的话是 在第一张手图只拿出了一辆机甲 分别在自己的王图又分别选出了机甲的王图来得分 对 但是那种默契啊 其实也是挺难达到一个平衡点的 就是每个人都不拿 就是商量好了 除了我们庄哥 对 这庄哥就比较实在啊 对 主要是他选的王图 也不需要他拿机甲 对于他来说 可能北海渔场就是他的自想王图之一了 但王图有个加分 我觉得还是更香一点 来吧 看一下起步 不走 先看一下四神起步 再写这个程序过来 在提前下来 把这个单机挤满 以后第一个万道报应 能够死死地卡住地面的特别刺 对 东方你们还要再卡一下弹气 看一下一关到过来以后 小鱼这边稍微有点拖飘 目前弹仔是处于四名车场当中的第一名 没错 那前边 风仔开始后追弹仔 但这个甲尾有点小拖啊 这样一来的话 风仔直接是反超过来了 看这边的路线问题 弹气延续是可以延上 之前看到这一个拖飘 我们会倒吸口洋气 但是刚才这一个弹仔的一个拖飘 竟然感觉到一丝熟悉 弹只拖飘 有点熟啊 这个 太经典了 这个 对 小鱼 这个蹭盆蹭得好新鲜啊 看一下 这边稍微调整一下路线 能够只是转向过来 四名车手依次通过 在第一车来看的话 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对 但是其实我们说的 二戏历代零跑位 现在是一个倒训 倒训 对 就从目前的位置来看 是这样的 但是刚说完 名字出现了一个反超 目前来看几名选手 都是在一秒以内啊 看一下 风仔开始 在后追小月 这边一个点票 非常的细节 那下来以后 WCWWW还是能坐上的 341的速度非常的快 是的 然后再看一下 目前的路线 也是可以顺利转向过来 那就得看一下 后面ECU的续放点了 没错 那现在四名选手 这个一丝熟悉 我对刚说啊 是谁风仔的 这边ECU出现了 拖飘的情况 没错 但是重新开几个淡气以后 现在还是能够跟紧 不过注定要跳秒 觉得东方这边也不错 但是哦 趁强了这一波 那这个距离又是 再一次拉开了点 是落到第四名的位置 对 小玉顺利冲线 淡在紧的前后 风仔这边8秒7分 东方是7秒8分 对 但对于这局比赛来看的话 我觉得 比较戏剧性吧 首先在起步的话 我感觉使用的频率 会更大一点 对 现在四名选手 都使用到了相同赛者 郎姆基尼 看下重位 都是带到了墨爷 对 这张图来讲的话 我觉得 前期还是要看 谁先能出来 对 这张十一城 当时是第一个赛季 二戏面对到GK的比赛 嗯 弹仔是第一名冲线 对 东方是 看一下这一局十一城 怎么说 风仔开始给东方 找画面了 但东方起步第四 是 稍微WCW过来 哦 看一下这边 弹线去两下 看一下这一个弹射点了 小鱼卡满这个弹器 开始做后追 看一下选手们的过弯速度 级远上全达不多 哦 160 是 这边的这个过弯速度看一下 就需要的释放 哦 蹭了一个小喷 弹仔这边释放稍微有点慢了 而在这个近到处的话 东方和弹仔又挤在了一起 是 看到底谁卡位更强 对 但弹仔这边还是用了一个弹射 太赶了呀这点 对 但是没弹出来 对 因为有前车东方是卡着 他的车身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稍微有点不离乎了 对 但是他是弹仔呀 哎 刚说完这边出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蹭墙 那小玉现在又来到了第一名 是 为什么又要说又 因为刚刚回海鱼场 其实也是大概这样一个过程 对 东方暂时处于第二名 开始去后追小玉 但目前位置来看的话 小玉这个点还是比较安全的 弹射顺利过来 但是风采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 从那个延续上墙之后 就直接落到第四名 这边150的过弹速度 相较于刚刚的小玉 能够看出来是慢一些的 对 这边ECU再示范过来 但是目前四名选手 都不太好干扰彼此 对 这把难道要跑出来一个顺子啊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看一下风仔这个位置吧 已经逐渐拉近了 但是刚才弹仔是释放了一个ECU嘛 弹仔迅速拉近很多区 对 应该是释放了一个ECU 可能是第一圈 他被反超的那个时候ECU 是没有点出来的 对 看小玉 二连冲是没有问题的 恭喜小玉 再抢风仔的王图 小玉在今天二连冲啊 我又想到了 当年他去对战到东方的时候 也是这么的狠 确实啊 就感觉有的选手 就是打自己队友的时候 特别的兴奋 感觉玉仔 玉总 这个在面对到自己的队友 小玉在使用到科技赛格 其他三名选手都有可能拿出列力选甲 哦 那这个对于突围来说就有点难受了 对如果要是使用到赤魂有影的话 还倒还好 但是如果要使用到列力选甲的话 他起步出不去 后面可能要 那我倒觉得不如选一手空港 看吧 对 这边起步过来 弹仔慢了很多 测身小坑被卡 起步的话还是要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漂白点的争夺 是 压车落地以后 弹仔这边路线非常完美 瞬间就拉近了距离 小玉杀了出来 弹仔现在暂时处于第三位次 这个氮气要不要卡满 卡满以后对于后面的节奏来说是更好一些的 看一下 风在这边还要再卡一下氮气 顺利飞跃过来 目前 哦 但落地以后 小玉是稍微拖了一点点 现在目前是排了第二名次 再释放ECU过来 是 中方这把顺利地杀了出来 看能不能稳住 是的 弹车过来是稍有寸强 但影响不是特别大 速度损失还好 对 这把如果要是东方能够稳住的话 抢到小玉的自想王图 那接下来对于东方来说 倒是会顺畅一点 没错 一个损失CW进入到第二圈 看一下目前弹仔的位置 跟得还好 但是想要拉近的话还是有难度 起飘点 这个可能是 跟赛格写成风顶的一个设计 视觉效果较以往 主动赛车来说是有所不同的 对 稍微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 小玉第二圈 也采取了三个单击的跑法 这边是更快一些 这边怎样过来落地 看一下东方目前领导的位置 好稳 安全 对 没有给到后面任何的机会 摸过东方很有可能一稳到底 并且能够拉开一些分数 小玉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后面风仔和弹仔都上来了 三名选手是绞在了一起 而东方在前面已经要出现了 最后一个侧身 CW1分27秒88 打破了红孩儿的记录 恭喜东方 柯尼赛格也再次收回一招 这一局不仅稳而且快 但是这是谁的王图呢 小玉的 哦 对 哦呦呦呦 怎么了 嗯 这个这个是什么情况 出现了什么样的反应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东方Zmoot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在镜头面前的这个表现能力 是非常活跃的 之前就是一手手抖 就是展现了他这个 对还有经典五心脏是吧 东方现在他打比赛的状态 其实让人觉得蛮舒服的 嗯 就是笑着打 对 就是笑着打 而且当时采访到他 他也觉得呃 来玩一下 对 非常轻松那种状态 对 因为对于这样的老将来说 其实他现在 在联赛上 可以说坚挺了这么久啊 这需要的就是 对于自己 未来职业规划 让自己能够 职业生涯变得更加的长远 对 对 他需要 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 自演王图 一门杀的非常的多 嗯 基本上和他同组的 也都不会再打西服了 没错 现在看一下 这一局的起步 第一个弯道 好快啊 没错 这边起步非常的快啊 东方落的第四名 这个弯道出完以后 看一下落地以后的弹射 一次通过了 没有出现脱飘的情况 但这边还要想 从那一道去卡一下 封载的位置 是小鱼现在后队封载 那前面点飘以后 会不会有选手 选拖飘 一二 顺利通过了 四名选手都顺利通过 对 小鱼刮蹭的影响不大 在前接一个甩尾过来 这张图完全就是摁弹啊 就看谁的弹射更加的精湛 而这目前的这个位置 来看的话 下一个弹射点 应该会比较精彩了 对 脸是弯道 这边好靠右啊 险些撞到右墙 对 一个侧身拉过来 看一下ECU的爆 但是 是小鱼太早去进行了一个测试 而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卡位的情况 但是还好小鱼没有把ECU点了 对 如果点了的话 那就出现了一个 之前基本上赛场上 没有见过的反向杀毒 没错 但刚才 但在又出现一波拖飘的情况 目前跟小鱼的位置是比较接近的 东方小蹭一下 再调整过来 没什么问题 但是距离风载 是有可能会出现跳秒的 0.8级很危险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拖飘 再一点几了 就这张图你会发现 你一个拖飘 就会到要接近0.5的时间差距 主要是弯道的关 速度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 再刷弹射 风载顺利冲线 没有问题 恭喜风载 拿到了东方的自选王图 目前三张图 还没有人拿到自己的王图 而且 这互抢 对吧 现在是循环抢 小玉抢了风载 风载抢了东方的 东方抢了小玉的 三人循环抢 那 下一局怎么说 弹仔说 我不跟你们抢 但是我要自己的 王图 他们仨打的都是非常的奇迹 就如果说出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用车啊 就是 呃 除了弹仔以外 RC的其他三名选手都使用到 逆地悬甲啊 这是 其中的一个可能 对 那这种情况的话 弹仔可能拿分会 比较困难 或者说比较看起步 完全看起步 对 完全看起步 如果就是起步直接出来的话 我觉得对于后续充现拿王图分数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如果前面一旦有两量列地悬甲 我觉得就比较难以返潮了 对 但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啊 是至少出现两量赤魂幽灵 嗯 如果要是出现两量赤魂幽灵的话 那就小心让他们彼此叠加吧 这个特性叠加起来 我刚想了一下 就是有点压力 但是一旦第一圈拉开距离 我觉得后续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是的 看起步 起步 弹仔双侧 直接就能够杀出来 风仔想要直接顶弹仔 但是并没有顶动的情况下 小玉也跟了上来 对于起步来说还算顺利 这边一个小票随大票就过来 是 现在小玉和东方对于前面的风仔 这边有点虎视眈眈 风仔快出投票 没错 这个点投票以后直接落到第四名 这边过来以后 在神界快出 在神界一个进阶落地 对 后面的两辆 东方和风仔的 赤文右领 在彼此叠加 小玉现在一直稳定处于第二名 但在刚刚出弯 是出现了一个刮蹭 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 现在还是稳定第一名 双弹彈彻 过来 他过来没有问题 这边快出以后 看一下 东方想要从内道去卡位置 但这个弯道 一直就释放过来 以后还是寸到了一个小喷 东方现在的赤文右领 应该是叠加层最高的了 对 因为他在后面 跟风仔两个人 叠加的这个层次 交替完了以后 再来和小玉交替 现在三个人 一次交替的情况下 觉得东方的速度 应该是更快一点的 是 小玉这边又出现一个拖飘 是的 小波的拖飘 但是影响不算特别大吧 我觉得还是能够 跟上一个分数 碰一个喷 但是小玉这边没有蹭到 不过对于弹仔来说 这个自现王图的分 他是拿到了 恭喜弹仔 一分13秒12 再破自己的记录 那这样一来的话 他的名字将会 直接来到第一名 是的 然后这把排名是 后面是 什么排名 你说冲线 玉吗 没太看清啊 这个还要 东方应该是第二名 对 东方应该第二 然后小玉跟风仔的话 谁是第三 风仔是最后一名 因为小玉是在中间蹭了一个小 是风仔蹭了一个小 是风仔蹭了一个小 东方我真的酸Q 这个 真的直接奔着命迈去的 你要说东方 他现在 二切三 确实二切三 但是他并不是 有意的小的也是 对 而目前 弹仔也没有跑过这样赛道 这如果你现在问玉总的话 都能想到玉总的回答 肯定苦口活咸的说 为你着想 逼你一把呀兄弟 让你多练练 看起步 这来看下这边 只有弹仔 双侧 皮肤哥 东方 起步第三 后面是小玉 弹仔 这边二人弹车 过来不是很顺利 现在风仔 来到了领跑位 从这边飘飞落地 以后 暴力敲空飘 弹仔卡住第二 那小玉这边位置 稍微有点落后 东方和弹仔两个人 争斗非常激烈啊 对 弹前去线上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暴力点 中方 想要对弹仔说 但出完是稍微刮蹭 弹仔这边还要弹 弹仔真的是 每个弯都想要用弹射 对 就极限跑法 它就要用出来 但由于东方 其实在刚刚出完的时候 稍微刮蹭的情况下 跟弹仔的距离太接近了 对 不过经过这个弹公飘 小玉的弹公飘 要更为细节一些 已经逼近了弹仔 但是并没有时间反超 它的位置 现在一直被弹仔挡着 这边二连弹过来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中方稳居第二 并且现在发挥 是非常稳定的 这边暴力点过来以后 后面ECU 落地ECU 还是很完美 没有问题 后面的难点 东方应该是可以做到 只剩下最后一个弹公飘了 但是从现在的距离来看 东方是安全的 但现在也要看一下 小玉跟弹仔两个人的争夺 位置非常的接近 而且弹仔还是属于第四 还要选择弹射吗 对 但是风仔现在太稳了 而且 它现在领先后面 小玉和弹仔的距离 很远 对 这边还是比较安全的 剩下最后的一个弹调 你风仔还是非常极限 但前去也没有问题 这把又是一个三十一小冲 一分三十秒六二 两个跳秒 弹仔 跟小玉 卡住了小玉 是 但弹仔的话 在最后还是反超了小玉 虽然两个人同分 对 师傅还是师傅 哎呦 这个分 又乱了 目前来讲的话 还真不知道谁是第一 弹仔可能 如果只跳了一秒的话 是第一 弹仔肯定是八秒九分 那同分 弹仔跟风仔同分 然后东方是少一分 自己的排名巩固住的话 那真的就很厉害了 是 来看一下 熔练车间 起步 起步还是侧身 再侧 双侧起步 都 除了小玉都没喷 主要是这一局起步的话 两个人都是有干扰的 对 彼此之间的干扰 落地以后 看一下这边一个进阶过来 但前续点上 好 结果小玉 这个点招是 稍微有点歪 磕碰了以后 看一下这边落地以后 风仔和东方 在 抢第二名的位置 彼此又示范过来 这边再实际一个进阶 从那道去卡位 直接卡到第三 对而且还挡了一下风仔 现在弹仔 摇摇影仙 对 劲道要注意了 出完的话都一次通过 这边点票一下 没什么问题 真的能通过这种图追分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这张图你要知道 二十四的故事很多呀 这个 我觉得就是 有点吃运气 起步的话 如果你能够顺利出来 我觉得就是 对于这张图 最好的一个保驾护盘 但是刚刚回看 其实觉得好像四名选手 小玉应该是最快到达 这个腾宫点的 但是其他三位选手 可以确定都是没盼的 是 那看一下 目前这边 EFU释放过来以后 但先去线上 弹仔放慢节奏了 弹仔弹过来 这边小玉是能够拉近距离 路线的话保持还是比较好 看一下这一个劲道 诶 弹仔稍微刮送了一下 他在出弯的时候 是稍微有点少拖了 但影响也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只要能够 把这个第一名握在手底 现在风仔是第三名啊 7秒8分 是的 小玉这局拿到第二名的话 可能又要有同分了呀 呃 东方第四了 嗯 小玉跟起发 我觉得嘴型比较好猜一点 东方直接开了一首天行者 想要去居分了 因为对于他来说 其实后续想要去选图的机会是比较难的 所以干脆先将这一首优势打出来 看一下吧 嗯 现在局势 能分析出至少多种结果 现在看一下这一局的起步 弹仔起步很快 但是小玉这边的过弯速度要更快一些 反照着弹仔来到原跑位 做一个守护CWF过来 看一下这边的二连甩 看东方小心要被对抗到 弹仔又出现一个拖飘 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四名 哦 守护快出 看一下这边四名选手的路线 再衔接一个弹射过来 但是飘的稍微有点肥 对 而且这边东方是不开ECU的 在这使用的不一样 让强势点也变得不一样 把招看一下后半段 看一下目前小玉是处于临庞的位置 弹仔这边一个点飘进入劲道 对 但这把反压其实四名选手之间的差距是有点大的 这先进一个弹射 三连盘 都弹出来了 但是小玉这边 最后一个弯的弹射出现了突飘的情况 是 风仔现在开始逼近小玉 目前是两个踢队 是的 邓仔跟东方两人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但东方这个点有点难以突围出来 对 风仔第二弹要变得更为细节一些 而且在后面又进攻的主动拳 直接绕了一手内线 小玉这边直接从内刀去硬卡 一次又释放以后 看下两名选手都顺利通过 而后面东方跟弹仔也并没有分出胜负 这一手何才胜负啊 前面一打一 后面一打一 谁也不敢让谁 但是对于弹仔来说确实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差点点出去了 对 但我原本说它是弹仔危险 因为后面的天狱主要更为强势一些 没错 小玉这个第一名拿到是没有问题的攻击 小玉顺利冲线 一分三十秒一二 后面应该是十九九 对 东方这手赛车用的好亏啊 没能出来 十九九 下张图 弹仔选 这张图是风仔选的 最后弹仔一分嘛 然后现在 同分 看一下吧 对 或者 不要为难自己了 刚才反超一分 是的 我觉得不要为难自己了 因为目前 但是现在神选图很重要 因为只剩下最后一张图了 而且 东方的这辆赛车到底会不会被针对 弹仔选的话应该不会被针对 因为现在从分数上来说 东方怎么都影响不到弹仔 是的 对 所以说没有必要说非得针对东方这一手 倒不如说选择一张 类似一种练车间 对 自己的王图 我觉得可以是 新天鹅宝 新天鹅宝可以 我觉得一路向前不太好的原因 是因为风仔跑这张图也非常快 也是他王图啊 他现在风仔也是他最直接的对手啊 现在这个第二名非常重要了 对 已经开始拉王结派了 坐在同一边的就是队友 哦 这张图 再一次打破了记录 是的 恭喜小玉 打破了反向亚特兰蒂斯的记录 今天这个记录是 分别都是谁打破的 弹仔打破了一张 风仔 然后墨高窟是东方打破了 风仔还没破 对 其他三个月都破了 是的 现在是一人一张 打破了猴哥 这个也是贴心的提醒大家 孙悟空机甲要来了 对 所以悟空给大家露个像 先表演一下 露个点 对 怕大家忘了 看我猴哥多细心呢 这不扎心了吗 对啊 十几天之前破了一张反亚 为的就是这一刻 提醒大家 7月30号 星期下 希望30号那天 也有人打破他的记录 过了一段时间 手感方面 双战神又把这张图的 国服给拿回来了 而且双身我觉得 在大家就使用下来 感觉手感会更佳一些 但是裁决者在这张图中 错率确实要更高一些 对 他毕竟有多的小喷 对 来看一下 实战方面 我觉得裁决是有优势的 对 结果讨论了半天 银河之光第一 来看一下这局起步 一个弹身过来 对 那对于弹仔来说 就是小玉和风仔 有一个在他后面 小玉没有弹出来 在这一个点 看一下上来以后 延续能够延上 对 这也就是双身的优势 对 现在 四名选手 东方和小玉是比较近的 而至于弹仔和风仔 都碰不到对方 刚说完风仔的话 是一个拖飘张 弹仔让到第一名 对 但是风仔现在还能够卡住 小玉的位置 看这边落地以后 跑法 一丝又描出来 都没有问题 但是小玉的入完点 稍微有点偏差 再从那道去卡一下位置 看这边第二圈的一个弹射 弹出来以后 再来双弹射 已经过半了 弹仔非常的稳定 但这个距离的话 也是一个弹射 就能反超了 但对于弹仔来说没关系 他被一人反超是没有关系的 他只要卡住小玉的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比小玉高一分 他只要进A组 他只要跟小玉分分就可以了 拖飘了 风仔也上来了 装台上又挡了一下风仔 没错 太大的这个名次交替啊 呃不会 因为风仔本来也比小玉高 分数要高 那这样一来的话 加三应该是没有了 对 哎不应该呀 怎么了 我今天回来就得加班是吧 就大家现在已经习惯性 叫我加班之王了 不应该 不应该 这个稍微体谅一下我好吧 小玉 松仔说让你把我拽下来 今天送你再下一局 对 再来个下去吧你 嗯 但现在我也想到了 狮子昨天采访的时候 觉得明天的对手会是谁呢 一定是两个RSG的吧 没有毛病 嗯 确实没毛病 蛋仔 从 C组 杀上来不容易 但是 经历了第三天的比赛 他杀到了A组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他来说 这个晋级名额 应该是能够保一保了 是的 我觉得来到A组以后 明天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名次 对于他来说 都是有希望的 对 因为蛋仔现在的 现在的排名 虽然说比较靠后 但经历了这一场比赛 他排名立刻就能够上去 对 而且 千寻今天也是状态不佳 近两天都状态不佳 他现在和张若云 基本上已经锁定了两个要淘汰的名额了 是 今天我们在看到千训比赛的时候也是 就觉得他老选逆星的图 选逆星的王图去打他 其实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有渊源的 对 但是怎么打啊 其实在亚洲杯的舞台上 最主要就是让自己能够打得舒服 没错 又来一张 还打破了记录 对 恭喜蛋仔 这是他今天的第二张记录 果然啊 面对到自己的晚辈 不拿出点东西 给大家瞧笑 总以为老了 都说了呀 姜还是老的啦 今天在这个大哥争夺战当中 还是蛋仔拿到了最终的这个第一名 是的 打破的就是风仔的记录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RZ四名神手 也算是在我们的记录榜上 一次出现过了 是吧 你今天说话 我有点不敢接 角度有点过于新颖 是有点刁钻了 但是出现了就当他出现过吧 那你这么说的话 风仔今天也两张 第二第三都是他 被打破两张 蛋仔再收获赛道记录一张 今天确实 老当一壮 发挥的真好 是最后也是恭喜蛋仔 拿到了本组的第一名 是的 将和自己的预展 是 携手进入到我们的A组 这是要抖啊 还是要抱啊 一点默契都没有 下期再闹 那这一场RZ四次同堂 亚洲杯 首次出现的四次同堂的比赛 就落下帷幕 没错 最后的话蛋仔是拿到11分 后面小玉跟东方两人 是出现了8分的情况 小玉和东方 还是搭档最久的 这回小玉换了个伴 去C组了 斜了另外一个人的手 89888582 看一下解决的正好时刻 是 这风仔两次要反朝蛋仔 都是但是都是被蛋仔挡住了 这边风仔上来了以后 哎 蛋仔